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Wildy,好小位的影评,今天来讲弹愿人长久 可能很辛苦,因为在我当中,看完CIVIL WAR的时候 就是弹愿人长久,FLY ME TO THE MOUN 这个电影是新进导演竹子彦,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 回到97的時候,大概六歲到來到香港 人生路不熟,一個新移民適應生活的故事 故事背景是寫實的,但故事內容九成都虛構 說真的,這些小品溫情一向都不是我杯茶 我是純粹為了一個吳康人入場 因為他演的《虎刀青年》獲得第六十屆金馬影帝 我當然是無名而去的 我沒有看《虎刀青年》,因為這些題目不中我 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看這一套,但愿人長更好 《文明不如見面》,我也覺得好戲 四十來歲,應該四十四 好戲之人 他四十歲出頭,扮導遊 扮一個老人家,又很像 肢體語言,神態形態,小動作都做足 很像一個老人家,像背影的老褲 扮導遊又很像,很厲害 不過是否去到驚為天人的演技 我又覺得不是 很可能那個角色裡面 他未必有最厲害的發揮 我覺得是優質 但是否去到驚為天人呢 我又覺得未算 反而其他的演員,我非常欣賞 因為他一家人裡面,有兩個小姐妹 兩個小姐妹的同性 戲中的姐姐就是子緣 妹妹子缺 子緣是代表導演捉子緣的 我覺得非常好 他真的能演出天真爛漫 一來是小朋友 但在鏡頭面前可以繼續天真爛漫 是難的 真是好東西 那小演員 然後姐姐裡面 她又演活到那種 小女兒初來報道的時候 那種彷徨啊 孤單啊 當時很渴望有一些 人家有的東西 為什麼我沒有呢 新衣新鞋 我又沒有 他又表現到那種失落 我覺得非常好 當他有小小的禮物 可能有些糖 什麼都好 被人哄回去很開心地笑 彈一下彈一下 我覺得這兩個同性非常之好 然後就是演去青少年期 那兩個同性 然後就是去成年版的時候 又有袁麗林 開來我不知道 姐姐就是導演 竹子緣自己 那我覺得他演得都非常好 他作為一個新導演兼新演員 在影帝面前 完全都沒有挾牆的 真是很有演員的天分 演得很好 原理林演阿妹也是演得很好 真的 我覺得你在今晚影帝面前 完全沒有輸下來的 非常之厲害 那還有朱柏康 又是演導友 又是演得好 難不了他 那我繼續先讚後彈 剛才說到五康人 和一眾演員 我也覺得演得很好 所以為了演技入場 我覺得是值回票價的 還有可以幫你反思人生 和回想你的成長片段 你自己的家庭片段 可能你有成長的傷痕 或是你成長快樂的片段等等 我覺得這部電影 可以幫你慢慢慢慢 勾起一絲絲的回憶 是值得入場看的 還有幫你想到一些根據 我覺得就是 男人怕入錯行 女人怕嫁錯郎 或者你看著子女長大的時候 養兒一百 長歐九十九 這是我自己的向導 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都是為了 那兩姐妹擔心 那我又會想 我自己那些又怎樣呢 還有事就是 一些缺乏父愛的女生 很多時候就會更加早熟 她更加需要去找男生 去彌補父愛 所以很快就要離家出走 自立家庭就被人搞大肚子了 是會這樣的 另外在欣賞電影裡 就是她由九七慢慢講起 就是有些小朋友慢慢長大 就由十年再十年 跟著香港轉變 她們一直成長 當中有很多回憶 譬如說茶樓的片段 茶樓裡面 你未必有車仔 有時候茶樓姐 拖著整個本 拖著點心出來的 我覺得特別 而且茶樓是被吸煙的 這個在第一空少 我都沒有說到 70年代裡面 那些香煙廣告很盛行 那些人知道香煙的害處 反而覺得香煙是有益的 很多人都吸煙 收鋁又吸煙 香港也是在酒樓裡面 不斷吸煙 不管的 雖然那人知道 吸煙的和害也好 酒樓是被吸煙 所以那時候我很記得 我小時候 我們一家人 就很不喜歡搭桌的人 是吸煙 嚴重 那我們就不能慢慢探報紙 吃東西了 那就快點走 還有想起有時 宜時飲茶的片段 我很記得 可能在九七前後的時候 突然有點心阿姐 她的廣東話不正 我們那時候已經很硬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去酒樓喝茶 茶樓阿姐說的話 都是純粹廣東話 所以她一說不正 我們就 嘩 那麼容易 但那時候我們不知道 原來每天一百五十個 爭情症 到了今天的時候 你要在茶樓阿姐裡面 說到純粹廣東話 根本不可能 有些事情不斷說普通話 我試過 最近去吃飯 她全程是說普通話 去serve 因為請不到人 所以請就請這些 香港人 所以電影是真的帶來很多回憶 你會看到香港很多的改變 還有東西要讚的 就是有些劇情 她是透過畫面去交代的 譬如牆上的poster 一個很快閃過的畫面 一兩句的說話 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很累積地用對話交代 我是欣賞的 或者有些時候 她也要觀眾自己去猜 或者要觀眾自己做功課 你自己亂線 她現在給了一點點 你自己亂線 我覺得也是剛剛欺負到好處的 即是她不會令到一個溫情小品 不會太直線 你也有些東西要追下去 想追看下去 她也給你一些question mark 究竟為什麼呢 究竟為什麼呢 最後要讚的 就剛才說了 桃花雪故事 她都善用一些象徵符號 當中的象徵符號都很豐富 譬如可能是手錶 都貫穿了整部電影 小溪流 都是貫穿了整部電影 我自己覺得 還有撞在哪裏 你覺得自己屬於哪裏 你會選擇撞在那裏 這個message都不斷重複的 都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你想欣賞 吳康仁的演技 袁麗林的演技 有一班小演員的演技 值得入場 還有一些象徵符號 都很豐富的 好了到彈 彈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 吳康仁演導友 你演阿伯都遲了 他最後都是有白髮 還有寒曬背 老人家的神態 抹大腳 像門山般走 都有 但我覺得特技化妝 可以再做好些 真的要加多些皺紋 最好就像什麼呢 像 Endgame 裡面 Captain America 就非常好 如果是這樣就非常好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處動 Captain America 坐在這裡 就容易再加CG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加多些老人班 加多些皺紋 就會更好 因為老人家的頸 應該要鬆一點 手啊 多皺紋 之外 應該多老人班 如果這方面 再做得好一點 就真的完美 那另一方面 溫情小品 我期望戲 會有歌心 或會受感動 甚至因為 不看人的角色 可能會哭到死去活來 或者我會忍得很辛苦 誰知道 我沒想過 出租家人的催淚比他更厲害 因為出租家人 我都要忍很多次 但這套我不用忍的 即是 輪到感人 輪到窩心 真的出租家人 比我有更大的感受體會 那不好意思 但完人長久 就不可以 那待會會解釋為什麼 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 你沒有那麼善情更好 但是我 我預了你善情 我預了你善情 但是我最後 竟然不用忍任何眼淚 我會覺得 我又有點失望 那可能你會問 你想怎樣善情 在我角度 有些地方 可能很容易發展 就是瘦腐劇情 我真的很快想到 可能我禽獸 你這樣想 你一個人髒 不是 那個位置真的很容易 可能有瘦腐劇情 有些人 我有想過 會不會是 導演的自編自導自演 半自傳 他沒有理由說 他自己是爸爸 但事實上 原來故事 都是有九成虛構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寫盡一點呢 那些位置 更加大的矛盾 更加大的張力 我覺得是更加精彩的 反而現在劇本上 我覺得 少了些高潮跌起了 又或者你發窮惡 拿菜刀 怎麼都有了吧 又或者你這些 類街坊 類家人 怎麼都有了吧 人家所鐵集 林紅柚 諸如此類 明明是有一些位置 可以把劇力更加逼人 把角色的角力更加極端 但就不知為什麼 是沒有了 可能他想寫得更加自然 更加真實也好 但反而我有時候 我覺得 不是很真實 尤其是你說早些年代的時候 林紅柚所鐵集是真的 但是 現在是沒有了的 有時候在想 會兩位女兒 都有時候太好人 或者是姐姐太冷靜 換著一個真實的人 在那個真實的場景的時候 你真的還可以這麼冷靜 你真的還可以這麼好人 不過可能 變成了愛回家的橋段 變成了TPP肥粗 不停哭哭哭的那些 可能不想變成親情 那樣 所以 我覺得他忍守了很多位置 但是 可能忍守得太多了 譬如我自己覺得 那些位置 你一拿老照片出來 我期望其實是眼淚滴下去的 即是拍著一張照片 眼淚滴下去 沒有的 可能因為很多卡通片 電影都玩過一個橋段 所以故意不這樣做 但安常你 其實你看老照片 那一刻是要哭的 就是那一刻 說真的感觸的 但是沒有 所以我不是說 會不會太冷靜呢 既然你演員都這麼冷靜 既然演員自己都不哭的時候 我們觀眾又怎麼會哭呢 我意思又不是 演員哭我們就一定哭的 但要感動到人 如果溫情小品感動不到我 我就覺得這個也是扣氛圍 所以在我的角度 因為他不是很哭 不夠哭 再加上結尾也不夠哭 所以就不會那麼扎心 扎心的意思是 心會看到痛 我出租家人 我有這種感覺 甚至我看寄生獸電影的時候 我想回漫畫的橋段 有些位置其實真的是扎心 但你現在輸給寄生獸 輸了給出租家人 那是不是故事上 真的差了一點呢 或者劇本上 有些明明在高潮位 或者峰迴路轉位的時候 哎呀 差點 不過又不是說 畫面處理不好 剛才我留下說 就是比如 有時候面對面那種相對無言 或者最後又微微一笑那些 我覺得吳康仁影帝等等 他們處理畫面是不錯的 所以我說為演技進去是好的 是爭在劇本 沒有令到好演員好發揮 就像花月殺手那樣 如果劇本不適當的時候 或者劇本太直線的時候 就算你有李安納到 你有羅伯特利路都好 劇本太直線的時候 他們發揮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次也有一點 是這樣的 劇本本身有些位置可以去得盡 我不是說所有位置都搞到 但是他可以去到九分去到十分 所以就不可以了 有些訊息的 即是那些 老吊娃的訊息 指玉養而親不在 或者珍惜眼前人 都可以帶出來的 但那些都是老吊娃的 大家都知道 但你又不能帶到他感動人心的時候 令我有深刻回憶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不過這也是新導演的第一套電影而已 其實來日方祥 我也期待他有新的作品 如果你喜歡上的影片 請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